今天,你爬山了嗎? 今天我們來到哪裡呢? 我們來到台中大坑,我們要爬山 嗨,我是廖帥,今天你爬山了嗎? 一般來台中大坑爬山爬什麼呢? 什麼?七八九十啊 那個都是一些觀光步道啊 引路上賣吃的啊 魚丸湯茶葉蛋啊 那種地方啊 困難度太低了 今天來到這裡呢 台中市中正露營區的一到五號步道 這步道啊 有三顆星,四顆星,五顆星這麼難 而今天來到哪裡呢? 我們來到四號步道 難度有三顆星 這裡呢,最出名是什麼? 就是有猕猴出現 這裡啊,都有猴子 在整座山裡面爬來爬去啊 非常的令人討厭 而且啊,猕猴啊 牠是一個很秋的動物 牠覺得啊,這個山是牠的 所以牠給你搶東西 搶食物,搶東西,搶糧 太過分了 現在啊,我們就要往上開始走了 各位看一下這個路 一開始啊,就有點困難 不過呢,爬山嘛 那,有意身心健康 我們就從長青橋開始走 這個啊,就是我們今天要爬的四號步道 牠長長1890公尺 挑戰型步道有三顆星 這猴子畫得真可愛 不過猴子是很秋的,超兇的 一開始,就這麼艱難 旁邊啊,都有繩索啊 可以給你拉 這裡啊,都是用木頭做的一個階梯 看這個階梯 有多難啊 我們現在 開始在爬了 我覺得 剛開始 就有點累 這也太挑戰了吧 這個 沿路都要拉著 繩索 才有辦法上去 也太難了吧 難怪 爬這條路的人 非常少 看一下我下面 階梯的下面啊 等於是 快垂直啊 四號步道的MAYA 爬這麼久 才爬了100公尺 因為啊 下次啊 我們要挑戰爬 淵嘴山 所以呢 我們先來爬一下 傳說中非常困難的 四號步道 看我有多困難 哇,看這個風景有多美啊 這裡呢 地上啊 你知道這什麼木嗎 這都是用相思木做成的木枕耶 它用相思木做成一個木頭的階梯 讓你一直往上爬 而且啊 這裡有樹啊 除了相思樹之外啊 還有五葉松啊 五幻子啊 台灣菊啊 木河啊 湘南啊 台灣黃飛啊 超多植物的 植物的分布啊 真的很多 上看一下 這步道啊 又稱之為軟腳坡 這人會超軟腳的 阿美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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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美你去沾嗎 常常來爬山啊 對 看你裝備很齊全耶 上去可以泡材喔 好 自己沾喔 噢 偶像耶 很習慣的 要幾天再買一次 一個禮拜爬五趟 一個禮拜爬五趟 我貼得很好耶 這兩趟 十號那邊 哦,10號那邊的哦? 那邊比較老人啦,這人比較囂張啦 這裡好 剛剛阿伯也太強了吧 還有人一個禮拜爬五趟 九年伯一個禮拜爬一趟 我就要帶走 一個禮拜爬五趟 厲害厲害 嗨,你好 各位可以看到啊 下面啊 原本啊 這個是舊的階梯耶 現在鋪上這個新的階梯 不過這相似木座階梯啊 這個縫階啊 也太大了吧 一個不小心 你就會被阿盧巴 加油 還有 一公里 這樣耶 而這裡的忘憂庭呢 上面啊 有好幾座涼亭 可以供山友們泡茶聊天 山友們都會自己帶一些 熱水器啊 瓦斯爐啊 來這邊泡茶休息 而這裡忘憂庭 就是我們今天的終點站 就是我們今天的終點站 我不行了 我不能再下去了 如果再下去的話 我明天沒有辦法上班 太危險了 我們就是拜這裡定為終點 我們下山吧 去吃個東西 快死掉了 耶 下山囉 開心 上山一條蟲 下山一條龍 怎麼跟我上班一樣 哇 這是猴子的骨頭耶 看一下 現在呢 我們在哪裡呢 我們在郭叔叔 猕猴生態區 這裡呢 有個郭叔叔 猕猴生態區 進來的話 要100塊的清潔費 可以換一杯咖啡 又是換一個飲料 等一下呢 郭叔叔就會表演 餵猴子 而且這裡猴子 真的 還蠻多的 不過還好 進來不要帶一些食物 不然你會被猕猴搶 很危險 這邊呢 就是郭叔叔的猕猴區 這邊呢 猴子很多 每天啊 都有三場的餵猴子秀 時間一到了呢 猴子就會聚集 而且猴子啊 很愛照鏡子 它一直在照鏡子 一直在看自己 你以為是網美嗎 這麼喜歡照鏡子 呦 再照鏡子 這裡的猴子啊 這是很多 因為郭叔叔啊 平常都有在維護環境 然後餵食牠們 所以啊 牠會跟人啊 保持一個距離 然後這邊呢 還有一隻戰狗 牠專門在管猴子的 只要猴子超出這一條線啊 牠就會熊牠 然後猴子就會跑回去 好 好 加辣椒 大家如果早餐要吃早餐的話 他們要自己去吃 就是要給他養食習慣 就可以說全部都已經放到這裡 要去到這個地方 然後趕快往上跑 他被騎 我們就把食物都開始撒在下 那巧克力去錄的那一隻 那一隻沒吃到那一隻 那個就是 要被趕出去的小瘋狂 那種都會比較兇 不怕以後他都會去打 所以他就不能吃了 他可以吃再回來 不能再回來 對 對 看完猴子啊我覺得啊 猴子啊 就是一個 一直吃 一直叫別人走 一直在維護地板的一種動物 剛剛聽他講解啊 他有很多地盤上的區域 中間那一坨啊 是貴族 可以在發放食物的最前面待著 剩下的啊 平民啊 一般的庶民啊 就在左右旁邊 所以吃東西的時候啊 貴族先吃 中間那一群呢 猴子 猴王 猴母先吃 接著啊 他是隔壁的要吃 嘖 我覺得猴子真的是很要求 嗨 我是廖帥 Hanson廖 今天呢 就用這個老蛙芋圓呢 剉邊結束今天的爬山行程 今天爬山太累了 我的腳都不適合我的腳 不過呢 我覺得老蛙芋圓比東東芋圓好吃 讚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拜拜 拜拜